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班纳来到了一家酒吧 她想接电话来用 这时 里面的顾客认得到她的衣服 那位顾客称班纳为贼人 然后打了她一拳 班纳尝试在控制她自己的怒火 她害怕再次发生 这时 她笑了 没事情发生 班纳傻笑的走了出去 那位顾客跟着她 然后准备要再次打她 突然努力射的手阻止了她 班纳看着她 阿玛迪斯吗 她回答 真是屌爆了 阿玛迪斯抱着班纳跳回来到了莫好为沙漠 班纳问她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阿玛迪斯告诉班纳 我质疑了你 现在我是浩克的 瞧瞧哦 他们来到了班纳的场争所 班纳告诉 我已经试图质疑自己好多年了 阿玛迪斯说 而我完成了这项工作了 回到之前 浩克成为了救治英雄 她奉命去吸收足以杀死数百万人的腹色 突然间 浩克变成了灾难本身 即将害死数百万人 而漫威宇宙最聪明的人举在一起 用尽一切办法 试图让这变换逆转 托尼认为唯一的方案就是将浩克送进附空间 但谁有 阿玛迪斯出现了 她不敢说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她只是第八名 她解决了一切 班纳问她 你做了什么 她回答 是商业紧密 班纳把扫描器转来去照射她 但也没有从加码中解放 阿玛迪斯变换成浩克 没错 不过看起来很适合我 阿玛迪斯离开之前告诉班纳 我是不同的 另一层次的 我的浩克也是不同的 她告诉班纳不必为我担心 我要拯救世界 我会盖世门迪的 至于你 你终于自由了 阿玛迪斯跳跃离开的 一晚 班纳坐下然后冥想 她总会被质疑过 不论那些设备怎么说 她还是能感受到她 在她的皮肤之下 她有感受到吗 第二天早上 班纳要做她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踩油门加坏车 享受快感 经过河流探险 被大雄给追赶 享受逃亡的刺激 一枚注意前面就掉下了瀑布 最后她进医院了 回到了她曾经破坏的城市 在拉斯维加斯 且不能再逃亡 因为他们知道 古路斯班纳来到了这里 班纳在里面赌博 直到她听到托尼叫她 托尼告诉她 她不是来打架的 她刚才审查了阿玛迪斯的数据 她是对的 你摆脱了加码了 如果你不接回答了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会害死自己 班纳问 什么意思 托尼解释 我在外面有无人机监视你 现在你又回来 只会把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在这里 每一万个人 就有可能有一个认得住你 并对你太强 托尼改变她的眼界 并告诉 班纳 这不是你的错 班纳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托尼继续说 我知道你不愿回想这些事 班纳叫她闭嘴 班纳开始想起 之前做过的事情 所犯下的罪行 班纳告诉她 现在还个远远的问题 那就是宽怒你 班纳省起 这都是我的错 我心思肚病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班纳敲打了座子 不过 她没有变身 托尼从来站甲出来 又说的对 我很抱歉 但 如果你想一枪打死我 那就动手吧 班纳开心的掉泪了 然后她 拥抱了托尼 过了一个月 阿玛迪斯和她姐姐 慢点检查到 班纳的生命体征有些乱 阿玛迪斯找到班纳在沙滩 她病了 班纳高兴地告诉她 我知道流行戏感 这些年来 第一次真正的生病 过了一段时间 班纳被带往保密的位置休息 他们为班纳准备了一碗汤给她喝 这时有人敲门了 是里格和珍里夫 里格是前的英雄 而珍里夫是女浩客 阿玛迪斯问他们 你们来这里干嘛 曼迪告诉 是我请来的 阿玛迪斯说 这里可是秘密藏身处啊 里格回答她 根本 当你还穿掉布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秘密了 不久不后 班纳正在使用电脑 里格问她 还是沉迷科西亚 想拯救世界 一起来玩卡片游戏吧 班纳回答她 实际上 这些天我都一直在玩游戏 珍里夫看见班纳睡起了 她从没见过她生病还如此开心 当然感谢阿玛迪斯 这都是你的缘故 当他们转头一看 阿玛迪斯不在了 阿玛迪斯走到深处 看到了曾经关闭 浩克的设备 里格找到了她 嘿 哥们 这里充满了回忆 那是在第一周 当浩克第一次出现时 班纳把自己关在里面 阿玛迪斯启动了这东西 你要做什么 阿玛迪斯回答 只是一个小测试 在厨房 珍里夫很慢点听到巨大的声音 他们赶紧去看 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班纳还在手碎中 阿玛迪斯破坏了这东西 他说这个东西还不够解释 然后就跳跃离开这里 珍里夫赶紧追过去 你出了什么毛病 没事 我很好 而曼迪也追过来了 他把阿玛迪斯给冻结 让他冷静 曼迪告诉他 好了 闹够了吧 你来告诉他们 他回应说 没什么可说 他转发告诉 里格和珍里夫 他看才失控了 有时候 他会忘记自己成为 浩克所说的事情 所以他来这里 想跟班纳谈谈谈这事 阿玛迪斯告诉 现在班纳完全处于平静了 现在没法 想他说这件事情 里格建议 最好是告诉班纳比较好 阿玛迪斯回到长城之所 看到班纳站起来了 他叫班纳一个呆在床上 班纳回顾 阿玛迪斯所有的英雄事迹 你看起来真搞笑 但你做得很称直 班纳告诉 我可以 我现在可以放心了 一个全新的好客拯救世界 他回应 是啊 班纳最后问他 你杀过人吗 阿玛迪斯回答 没有 当我四岁时 我看到我父亲杀了我母亲 几年后我杀了他 我不是有意的 但是我做了 我的心中一直埋藏着某种昆怒 像是某种昆怒 你也不是什么怪物 班纳说 你经常对我这么说 反而却没了永远相信 所以如果你没有被我吓到 那又怎么可能吓到你自己 突然阿玛迪斯打碰屁了 班纳毛大头 也发烧了 班纳照顾阿玛迪斯 就像之前他照顾班纳这样 班纳走出来看着了 他终于觉得和平了 不过直到内战二的情节 班纳被杀死了 不过在班纳秒变成浩哥的期间 他终于找到了失去已久的快乐 虽然是短暂 如果喜欢记得按赞 分享出去 然后订阅 感谢你们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